何美町中心落入团 互中华赤金买落入团 中占6月进行商品切割减减工程 为了看破相关的安全和既民的困惑 中华管政府今天邀请 跟公部单位和事业单位全都限定会看 希望可以让工程顺利进行 中华管政府机组处 中华管委员宁根人 何美県分局 中华県分局 中华管警察局交通队 跟何美町工作 以及邮刷电视 台队 电视单位 中华管委员宁根人 等到现场会刊托论时间的设施 何美町民代表刷记家表示 这个工程式工期最多的等 也希望各单位一定要做好安全和配套 将影响港口最多 阿贵 四平 三平民众心 六平 要来测试双边测钩 浮水膏 开始的时候工期 大家有百五工以上 那这段时间在在 在烏水膏的时候 如果有走过我们新增 四平 要接近金贵楼 这段用来测试过来 保持安全 这条已经十多年代表 这一段时间在做代表的时候 这就为四平这边就会下水贵 下水贵是很大的 做成我们对民家的族 我们这叫做台平新川 这些族都会用水 用在家 进入来 经过我们这么多年 感谢管府 和水贵主委 还要来跟我们 主任为上干 我们卫党中华管政务 水贵主 以及我们合理公所 和我们地民代表 和我们资格代表 和我们新增立立长 来回甘我们四平 头上 这些下水道的一些 排放现在还要来定做 但是时间期有较久 差不多八个月的时间 我们代表以及立长 非常关心 这个交通立兵上 最下半的时间 都已经打开了 现在我们开始四天的时候 一定是一个交通的黑暗时 中华管政务 相关的部门 来毁坎 来按这个流程 来厘清 让我们行路的备行 有一个驾驶的空间 直接感谢我们中华管政务 以及所有相关部门的费用 管府表示 为了让西边的基民 会在当天后有所在乘车 会先从当边的公司 乘车让他们乘车 乘车在港电机间 做好安全观察 新中华新闻李宾宏和美 蔡宏博德